今天我们来做好看又好吃的椰香芒果糯米糍 取100克水膜糯米粉 里面加入15克玉米淀粉或者土豆淀粉 加少量即食粉让糯米糍有一点点黄色 再加入30克糖粉 将粉末拌匀 倒入200克的椰奶 充分搅拌看不到干粉后过筛一次 可以让糯米浆更细腻一些 这是找一个浅口的盘子 内部刷上一层油 倒入糯米浆 水开后蒸15分钟 可以用筷子在糯米团中间戳个洞看一看 底部都已结成固体就蒸好了 把糯米团从锅里取出来 用刮刀在周边刮一刮与盘子分离 这时趁热加入黄油 用糯米团的余温将黄油融化 用刮刀继续搅拌 帮助面团吸收黄油 等到温度降低一些就可以戴上手套用手来揉面团 大约5-6分钟之后 黄油全被吸收 形成了一个较光滑的糯米团 用保鲜膜包起来 冷藏30分钟 然后我们来处理芒果 切下一大片芒果 找一个比较薄的玻璃杯 这样可以方便地取下整片芒果肉 用一个2英寸直径的切饼干模具 切出一块完整的芒果馅 放在厨房纸巾上 吸掉先多余汁水 余下的芒果可以打成芒果奶昔 现在把冷藏好的糯米团拿出来 放在两层保鲜膜中间 用擀面杖擀成2-3毫米厚 取一个2.5英寸直径的切饼干模具 蘸上玉米淀粉 切出圆形糯米皮 取一片打底 放上芒果 再取一片盖在上面 然后轻轻地转动着把边缘捏紧 糯米团很黏 一定要戴手套操作 再裹上准备好的椰丝 这样芒果椰汁糯米糍就做好了 冷藏保存可以放3-4天 切开可以看到一整块芒果肉 被软糯香甜的椰子味糯米皮包裹着 这是清甜开胃的一款小点心 希望你也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再来点准备